拆解马桶上水阀 今天呢我来拆解一下卫生间的水阀这个部分 一般呢这个水阀呢咱们使用卫生间的都是属于这种老式的水阀 一般都是这样 这样的这俩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块呢我是用 这个这是铜这点是铜我是卡掉了 这块呢我是给它焊锡给它给它拔掉拔出来的 所以呢这俩都是一样的 然后一般咱们的卫生间的水阀不都这样吗 在这个墙里面在墙里面或者地上 然后插着一根这个水喉 这个这块呢插入马桶的那个水箱这对不对 然后呢今天呢我来拆解一下这个这个水阀 如果水阀一般这个水阀呢老是在漏对吧 漏的话有几种办法可以可以这个修好怎么修呢 就是说把这个卡掉或把这个拔出来 呃首先呢第一呢可以用这种 这是sharp bite 然后给它怼进去怼进去 当然这个呢就是要要注意 格外注意就是说呃怼进去的话 这个这个距离呢留住八分七或一寸的距离给它怼进去 呃到达这个距离才是算安全的距离 如果没有到距离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容易爆管 这一般呢就是比较专业的人 嗯操作OK 一般是属于这种办法 但是呢呃除了这种办法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肯定还有啊就是这样咱们呢今天呢就拆解一下这个东西 拆解这个东西看看是哪里的部分坏掉了一般一拧开或者关闭的话会流出呃黑摊黑的东西那是黑呢就是胶皮胶皮老化的黑对吧 所以呢咱们现在拆解一下这个东西 这呢是一个十字先把这个打开 然后呢这块呢这块呢是用一个老虎钳把这个打开 有的时候打不开打不开的话呃 打不开就不要硬打硬打的话会把管子给弄嗯损坏所以呢 有时候摸点打不喷点打b40啦或者呃用焊枪呢给他烤一烤啊也可以 但是这个还是专业人操作比较合适 现在打开把这块这个帽搁这儿然后这个呢就使劲拔哦不对 这个是拧开这样是拧开这是拧开的对这有时候也拧不开不好拧因为常年嘛 常年的话就不好拧然后再看这块这块有胶皮对不对 这个胶皮老化这个胶皮老化还有一个这块 这里面有个胶皮 这个胶皮也是老化 拿出来 对 这个胶皮这个胶皮是在这儿的应该是放在这儿的所以呢把这个部分呢换掉就可以了 那么就去home depot啊或者这个卖这种水龙头的这个五金店来去找这种零件 但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我没有特意找过确实是但有的时候呢如果真找不着怎么办 还有一种办法你看这个是卸下来的还有办法那么你就去home depot这种店买一个同样的这个你把这个都拆掉取出来一个新的part 取出来新的part然后搁到旧的part里这个这个呢是不会坏的金属的一般不会坏的就咱们就要其实就要这个部分就要这个部分 其实是对吧所以呢就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给它拆解了 然后把新的part取出来搁到旧的里那么这个呢就可以不用换了就不用这个卡掉啊什么的就不用换新的零件 当然这个呢也是需要一些经验的 对 然后都给它复原 做这个呢做这个工作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关水渣有些人嗯就是diy的话真要把水渣忘了关的话那就惨了就会出大事了就对这样的话就是要这个关和开呢要不就关到最紧要不就开到最大有些人呢就说呃我就开到一半一半你说行不行吧 有时确实行但是呢不建议因为开到一半的时候漏水永远在一半开始漏要不你就关到最紧要不就开到最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所以呢今天就把这个这个零件呢拆解一下分析一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一起来分享就这样OK 好啊 对 OK 好 means 我帮助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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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